记者张金雅台中报道 迎接2018台中花博 出台中市政府紧锣密鼓推动各项作业 公路总局第二区养护工程处自104年起 陆续完成园区周边的省道路面修复工程 所有工程日前均已完工 总计路面修复32.4公里 中央分隔岛新设8公里 及绿美化值在8公里 大幅提升公路服务品质 二公处表示 通往花博丰园区的台三线率先于104年完成路面修复 而往后里及丰园园区的台十三线 也于104年及105年分段完成路面修复 今年更易住2亿余元 针对台中国际机场通往花博会场必经道路 包括台十线台翼以线的中心路三段至九段 及台十一线中航路规划 提升公路整体服务品质方案 内容包含一处造成路面隆起的黑板树 中央分隔岛重新施作 两侧数学改成连续绿带 中央分隔岛绿美化值灾 及路面全面桃铺等 另外路面全面桃铺路段也扩及台十线中心路六段至九段 明生路中山路及中正路连台七十四线快速公路也纳入办理路面改善更大整体功效 二公处指出目前所有工程均已完工 改善成果总计包括路面修复三十二四公里 中央分隔岛新设八公里及绿美化值灾八公里 希望让旅客除对于花博留下深刻印象外 也体会到道路养护单位的用心 而在上述工 城中移除中央分隔岛黑板树曾遭到民众值异议 二公处强调黑板树的幅根造成路面隆起不平 除影响行车安全外 开花期间的特殊气味也造成沿线居民困扰 经邀及专家学者及台中市政府相关单位现刊后 决议移除方式办理 而后续职栽补职作业 因分隔岛宽度小于2公尺 专家建议采灌木与地备栽质为主 以负层式植栽方式营销空间变化层次 该处已在每一区段分隔岛再配置不同植栽 增添多样的景观色彩